嗨 大家好 我是小大 今天我們要來聊的是 止痛藥 那這邊必須先強調 我們絕對不鼓勵任何情況下 過度使用止痛藥 或是嘗試用來增進運動表現 那本集要先來看看 2024年生效最新被列為 禁藥的常見處方止痛藥Tramadol 是如何作用 佔職業耐力運動濫用的一些 奇溫意識 那也會來看看到處都可以買得到的 像是普拿騰、阿斯匹林和布羅芬 對耐力運動到底有什麼影響 那本集是處於好奇和研究的精神 忠實呈現網路上公開的學術研究 和社群內容 盡力以客觀的角度 分析這幾種止痛藥 那本集不會有任何實測 因為小弟 就真的不想試止痛藥 那開始前也再強調 我們非常不建議 非必要使過度使用止痛藥 更不建議用來增進運動的表現 那事情是這樣的 2023年KOM結束後 小弟在一次外騎 不慎摔車肋骨骨折 醫生開了一種止痛藥給小弟 小弟吃了之後 本來疼痛難耐的患部 就幾乎沒感覺了 本來不能走路 竟然就可以走了 坊間、普拿騰之類的止痛藥 根本無法相提並論 那我本身呢 每次靈藥後都有查詢藥的習慣 查了之後才知道 這種叫Tramadol的處方簽止痛藥 剛好就在2024年要開始 被列為世界反禁藥組織挖打的禁藥 也就是說2024年以後 使用這種藥物時 需要申請治療用途豁免TUE 才能參加像是全運會、全中運、KOM 或是更高層級有進行反禁藥檢驗的比賽 那小弟親自體驗了Tramadol的止痛效果後 本來三天份的藥 骨折不到兩天就決定停用了 因為我想感受恢復的狀況 不想在被麻痹的狀況下 做出可能更多會造成傷害的動作 除了有一次打噴嚏痛到不行 趕快吞一顆硬疾就是 那我也想說世界反禁藥組織挖打 把這列為禁藥也是為了選手的安全 那我就也是很好奇 搜尋了一下Tramadol 發現更多令人驚訝的資訊 這種止痛藥竟然還能增進運動表現 而且已經在職業自行車車毯造成濫用 根據2017年美國反禁藥協會發表的一篇專欄文章 2015年時Tramadol雖然還不是禁藥 但已經被列為追蹤的藥物 根據當時的統計 被檢驗出體內有Tramadol的運動員 有71%到82%是來自於自行車選手 文章中訪問了一位前職業登山車車手 Ian Mullins 他2018年因為摔車醫生開給他Tramadol 他服用後不僅疼痛被麻痺 還發現運動表現大幅增進 之後他不擇手段不斷取得Tramadol 並長期服用這種合法超級運動增補劑止痛藥 結果他因此成癮 不僅是心理的成癮 生理成癮也讓他歷經了數年的痛苦 在斷斷續續的階段之後 無數的頭痛、噁心、冷汗 他終於走了出來 從職業登山車車談退以後 他聯繫美國反禁藥組織 公開呼籲這種藥物的恐怖 然而Tramadol在體育界 商業的價值最高之一的緩發 根據美國前職業自行車手Telefini 接受Valination一篇超長的深入報導 Tramadol在職業車談 早就已經到了泛濫的地步 甚至作為比賽中 跟著水壺一起遞個選手的補給品 他表示有很多很蠢的摔車 應該都跟客戶的Tramadol腔調有關 有鑑於Tramadol的危險性 和增加運動表現的不公平性 2019年UCI宣布將Tramadol列為禁藥 任何UCI相關的自行車賽所有項目都不允許使用Tramadol 2022年環化GC總6的哥倫比亞車手Naro Canana 因為被驗出使用而被取消資格 2024年世界反禁藥組織 終於全面禁止Tramadol在所有運動使用 那講了那麼多Tramadol 到底對自行車的運動表現有什麼幫助呢 Tramadol作為一種鴉片類的麻醉性止痛藥 作用於NU鴉片類受體 以及去甲狀腺素和血清張力素系統 降低大腦皮質對疼痛的感受性 解除深度的疼痛和不適感 也就是說在極限時 Tramadol降低了不管是肌肉作用的酸痛和心肺的疲勞感 可以讓車手考出更接近極限的力量 根據一篇2023年8月的英國研究 肯特大學的Alexis Merger博士 以一個高額獎金的競賽實驗計畫 來測試Tramadol的效果 這個計畫吸引了27位訓練有素 且實力相當的業餘車手 男生FTP 300W以上 女生FTP 220W以上 這個實驗計畫 每個參賽者先做一次FTP測試 然後是進行兩回合的高額獎金的競賽實驗 每回合的競賽方式 都一樣是先熱身15分鐘 然後踩30分鐘的FTP強度 然後在疲勞狀態下 緊接著靠一個40公里的TT 那為了增加他們在這兩回合 毫不保留的全力輸出的動力 兩回合TT總時間最快的前三名 分別可以獲得300和200和100英鎊 第一名1萬多塊台幣好像很不錯 不過搞不好有人賽前FTP測試擺爛才很低 那比賽就可以採比較輕鬆就是 那第一輪參賽者測試前45分鐘 服用的是Placebo 那第二輪他們也是在測試前45分鐘 服用了100MG的Tramadol 當然他們自己不知道服用了什麼就是 總之為了獎金 大家都卯足全力在採 那實驗結果也很有意思 27位測試者在第一輪Placebo的40公里TT 平均時間為1小時03分28秒 第二輪服用Tramadol的40公里TT 平均時間為1小時02分38秒 平均快了50秒 平均功率Tramadol那回合平均270W 也比Placebo那回合261W高了9W 那這是測試者們的時間和瓦數兩回合的分布圖表 那另外呢則是每5英里 也就是每8公里的時間和瓦數的趨勢 那在一開始還旗鼓相當 那很明顯的測試者在服用了Tramadol的那一回合 在需要咬緊牙關的後半段 衰退的都比較少 心率方面Tramadol那回合平均171BPM 比Placebo那回合的167BPM高了4BPM 可以假設Tramadol的作用拉高了心肺方面的痛苦極限 比較能多榨出那麼一點高 這種實驗結果在本篇研究的討論中 明確的指出Tramadol是Performance Enhancing Drug 表現增強藥物 並強烈質疑在比賽中的公平性 並支持在2024年將Tramadol列為禁藥 哦對 結尾備注這個計畫是世界反組織禁藥資助的 Tramadol高度的止痛效果 提高了耐力運動在極限時的忍受度 那市面上到處都可以買到的 非成癮性止痛藥 像是普拿藤含有的Acetaminophen 乙西安酚 還有非類固醇止痛藥 Aspirin Aspirin 和布洛酚 Abiprofen 對運動表現的效果如何呢? 普拿藤Acetaminophen 乙西安酚 和Tramadol一樣是屬於中樞類止痛藥 直接注用在腦中樞神經 可以阻斷疼痛傳導 而Aspirin和布洛酚所謂非類固醇止痛藥 NSAIDS 這類藥物透過干擾身體內的緩氧和酶 簡稱Cox的正常運作來達到止痛發熱的效果 Cox這種物質控制前列腺素的分泌 而前列腺素就是引發疼痛發炎和發燒的物質 那不論是普拿藤還是Aspirin或布洛酚 除了按照個人經驗和研究統計來說 在各種運動每個等級 從頂尖運動員到休閒運動愛好者 都有很多很多的人在用 甚至變成運動前後吃安心的 其實在日常生活中也有很多人照三餐在用 也不是什麼新鮮事 除了親眼見證或是我自己也有經歷過 譬如在準備了好幾個月的目標賽事前受傷 靠著止痛藥保持一定的訓練或上場比賽之類的 那我也是因為痛了才會吃止痛藥 說實在的過去從來沒想過 止痛藥有增進運動表現的可能 甚至還會覺得吃了會軟腳狀況還更差 那這次就來看看 關於這些市售止痛藥對運動表現影響的研究 其實比起Tramadol來說更是多到數不清 隨手搜尋就有很多跑步自行車的相關研究 測試的時間距離應有盡有 有的說有幫助有的說沒影響 那也多虧感謝有前輩大大寫了同整分析各家論文的論文 這篇澳洲維多利亞大學Joseph Greig博士囊整的論文 是的真的就是這麼巧 上次同整小蘇打論文的大大也是他 發現他的研究幾乎都是在同整別人的論文 而扯遠了言歸正傳 根據Joseph博士的囊整分析了141篇論文之後 普拿藤這類的止痛藥對運動表現沒有什麼影響 不過他著名說在測試前45-60分鐘前攝取 acetaminophen 可能可以稀微延緩耗劫時間 但我個人解讀是沒什麼幫助啦 那非類固醇止痛藥根據研究和學者的說法 不僅對運動表現沒有幫助反而對恢復還有負面的效果 根據美國一篇2006年的研究 在2005年越野超馬盛會Western State 100英里 邀請了63位超馬選手參與這個實驗 33位選手在賽前服用了600mg的布羅芬-Abiprofen 比賽途中斷斷續續服用了1200mg 另外30位則服用了Placebo 研究結果指出布羅芬對比賽成績和賽後一週的酸痛程度 並沒有任何影響 但使用布羅芬的跑者 血液中的子多糖多了6% 子多糖是細菌產生的一種內毒素 會影響人類免疫系統的正常運作 總而言之 坊間都可以買到的這幾種止痛藥 除了些微緩解一點疼痛 對運動表現要恢復不僅沒有幫助 還會對免疫力造成影響 那更不用說如果過度使用造成消化系統的傷害 那如果是有心理上的依賴 我們也建議還是盡量避免 那真正對運動表現有幫助的超級止痛藥 不僅已經被列為禁藥 也有高度的上癮和強烈副作用的風險 總之最重要的是要找出問題的根源所在 而不是依賴止痛藥 那今天就先分享到這邊 有任何補充想法和建議 歡迎留言分享 我們不停腳 下次見